三十而已,大家应该不陌生,看得都想首四小三,脚踢情妇,但是在其中可是掺杂着陈思成和佟丽娅的一个大瓜。 先来说说佟丽娅吧。 佟丽娅1984年8月8日出生于新疆伊犁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班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,1999年,16岁的佟丽娅被选为50周年国庆大阅兵的花车演员。 2000年,17岁的佟丽娅登上文化部春节联欢晚会一曲《八载狼》舞蹈,让她惊艳四座,之后顺利来到北京,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。 2006年,学生时期的佟丽娅便因出演情感剧《心不了情》而踏入影视领域。 2008年,佟丽娅因在古装剧《母仪天下》中饰演赵飞燕而展露头角。 2012年3月17日,佟丽娅与陈思成在湖南卫视《快乐大本营》中公布恋情。 在节目现场上,佟丽娅公开了二人的关系,佟丽娅当时热泪盈眶说道,希望大家能祝福我们。 陈思成则挑高了眉毛,一脸平静,感觉这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吗? 后来佟丽娅说到陈思成也是两眼闪烁着光芒,对陈思成称赞有加,她很善良,很有责任心,对我很好。 这也是佟丽娅的被戴绿帽的开始。 2014年1月16日,陈思成和佟丽娅在大西地举行婚礼,陈思成发表了爱的宣言,一生既长又短,愿陪你,到最后。 呵呵,我忍不住笑出了声,要是不知道陈思成之后干了什么事,还真信了。 刚结婚没有多久的陈思成,2014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,陈思成和神秘美女共度6小时,但是佟丽娅第一时间出来澄清,表示狮子女,育夫有高招,真不是什么大事,大家散了吧。 不过他们的好友聂远,则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话,叫陈思成做人要厚道,有点意思。 不得不说陈思成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男人,从他平时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出,他还说过,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,都有过碰到一个人,你会觉得每天恨不得就在床上,但是这不能成为结婚后出轨的理由。 2017年年初,陈思成又出轨了,这次被媒体拍到和两位女生共处一室,这次佟丽娅并没有发文,而是保持了沉默。 2020年,佟丽娅首次跨界担任春晚主持人,2021年,佟丽娅再次担任春晚主持人,有一说一,真的很漂亮。 回到三十而已的大瓜之中,在前面对佟丽娅人生的简单介绍,应该也有些清楚要说的是什么了。 在三十而已最初官宣时,顾佳定的演员原是佟丽娅,而她也出席了三十而已的开机发布会, 那为什么中途换人了呢?这个瓜必须得佟丽娅的粉丝来背。 就在佟丽娅出演顾佳的消息放出之后,她的粉丝群先炸了,先是对这个角色的人设很不满意, 认为故事情节与现实中佟丽娅自身经历太像,同样被出轨,被戴绿帽,真是没谁了。 虽然佟丽娅本人也发声对剧本内容进行回应,但奈何众怒难犯,最后不得不在一个月后发布了因档期无法参演的声明, 就此与顾佳这个角色擦肩而过,其实这种行为谁也说不出好坏,但是确实形象极度符合。 佟丽娅现在只能眼看佟丽娅大火特火,扼腕自己错过的热度和话题。 那么本次的话题来了,为什么佟丽娅可以放弃顾佳这个角色,而在所有的粉丝网友都喊着早点离婚的情况下不去理会? 在我看来陈思诚已经很对不住佟丽娅了,平心而论,佟丽娅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女人, 怎么可能是个任人欺负的傻白甜? 大家对她受气小媳妇的印象多半是从她对陈思诚的态度而来, 她之所以迟迟不与陈思诚分开,是因为爱情吗?显然不是。 那唯一能解释的就只剩下了利益两个字。 陈思诚虽然渣,但她明面上还是40亿导演,有的不光是经济实力,还有她背后的影视资源。 而佟丽娅作为一个女明星,能支持她继续走下去的还是流量、名气和资源。 那这些哪里来呢?不夸张地说,陈思诚至少能给她一半。 这样的话就解释得通了,毕竟陈思诚干的这些事情,也只有利益能把佟丽娅和陈思诚捆绑在一起了。 只要她们一天不离婚,那佟丽娅就是给人一种爱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弱势形象, 可以无限博得同情,人们也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而持续关注她们婚姻的动向。 所以每次的陈思诚和佟丽娅的同框都会引发一次讨论,这就是流量,有流量自然有名气,这个字不必说。 所以这段婚姻能为她持续维持热度这个说法并非胡说八道,真是细思极恐。 现在的佟丽娅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刚从家乡出来的小姑娘了。 虽然现在佟丽娅对陈思诚冷淡了很多,但陈思诚对佟丽娅似乎还是在意的,但是她能不能挽回妻子的心就很难说了。 对此大家对陈思诚和佟丽娅的爱恨情仇有什么看法?